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那麼每天週一到週日 收看我們奇蹟標股這個節目單元 台北股市今天其實表現 已經算非常的強勁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看一下台股整體上 台股今天中場收在10774 為什麼今天開盤上漲 當然市場有非常多的看法 那你如果問我的話 當然很簡單 因為昨天美股是漲的 昨天美股開低走高 那關鍵呢 很多人看法不同 那我認為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個人這裡到未來 這一段到今年的11月 全球股市會受到這個東西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川普的支持度 那麼可以拉近目前大致上 到最新的到我們昨天凌晨 就是美股的開盤前 那麼川普跟拜登的支持度 各位看一下今天研究報告的標題 我們在昨天 在昨天 昨天我們跟各位做最新的 即時股運動式報告 川普平均 平均落後拜登大約是6.2個百分點 然後到昨天收斂了 從6.2 那麼目前拉近到5.3 這也是你問我說會不會看漲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美股昨天漲 你說哪有可憐 那你就繼續看下去啊 你怎麼知道我是錯的 那如果是對呢 我只講一個最簡單的嘛 為什麼不管是台北股市 我們去觀察今年以來 你發現到台股遠遠漲幅喔 超越道雄 為什麼 因為川普投顧啊 川普為了要勝選對不對 所以會拉股票啊 我也不知道啊 很多人是這麼想的 大部分的人啊 我接受大家的看法 那萬一錯了怎麼辦 不是啊 萬一川普輸了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滿不定義輸要怎麼 輸我的看法最少要跌到1萬2啦 你問台北股市不是啦 倒窮啊 所以這裡不是去壓一個多頭 或壓一個空頭 那個叫在賭行情 不能賭 我舉例我們看加權指數 台股今天開高走高嘛對不對 可是你必須承認嘛 它來到10最高來到833嘛 然後在最高點大概整理 在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那就掉下來嘛 掉下來又不跌 然後呢就出現一個 非常平緩的一個橫向整理格局嘛 這是事實嘛 那請問又該怎麼做 沒有什麼怎麼做啊 我只能跟各位分享 我們昨天特別提到 第一個 山喔 對登山客來講 這個山喔 永遠都在那裡啦 那麼撤退是需要有氣的 這是我抄襲 有一位登山的前輩 他所提出來的一句話 我抄他的 那針對金融市場一樣 這就我告訴你了 市場它一直都在 你進場要有策略 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應該在這裡放空對不對 你也可以在這裡平倉 這樣是不是又大贏一筆 你不是照著這個節奏來就好了 每天都要對 每天都要贏 不然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你既然已經在看他了 你也在市場裡面了 你是如何向自己 我們要做到 我們要做贏 全都叫他講的 該怎麼做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一樣 所有的會員 包括Telegram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研究報告的 1 2 3 4 5 6 7 8 第八章 我特別把 中校 可以兩張到底照出來嗎 對 謝謝你 好 我特別把兩張放在一起 好 麻煩 來 先看第一張 對不起 來 先看第一張 我特別把它分開 便於大家做一個觀察 這是今天 加全指數早上開盤 到最高點883 對不對 然後來到這裡 為什麼我要把這張圖做截圖 因為你可以在這裡做空 你問我哪知道要在這裡做空 我們看底下 你再看下面這張圖 第一個我們講過 就是因為為了要贏要對 所以怎麼辦 就必須利用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裡面 大家常用的 最經常的 都會用所謂的平均線 平均線不是不好 而是你沒有辦法利用平均線 在第一時間起跌點 或起跌點 可以判斷出它要漲 或者是要跌 你不要聽那些分析師欧白說 你根本第一就沒做 明明做主意 你說你贏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照顧你自己 你就利用同時指標 那你就可以成為市場的最大贏家 你用5NP的衰 不用 你就看一個量價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這裡 來 各位請看 第一個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裡放大就好 儘可能放大到最大這一塊 沒有辦法再大就OK了 各位請看 台北股市其實每一天幾乎都一樣 沒有什麼例外 就是開盤量一定會最大 既然每天開盤量都會最大 所以開盤量有沒有意義 無意義 OK 你不是在看開盤量 有在於開盤之後 我們知道交易量一定會利減 你說不會股量增加嗎 那個一年最多出現兩次到三次吧 你不能去舉那種特殊案例 OK 正常情況 開盤之後它一定是收斂的 交易量一定是收斂的 那你在等什麼呢 等收斂過後 第一根成長量 OK 這一根成長量出現之後 這個點 這個交易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它就在告訴你 這個點就是今天的強弱關鍵點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來 每一根是不是一分鐘 各位親愛的 特別是有電腦版的會員 來 你有電腦版的 你跟我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你就把它打開 你就把它打開 然後你就看 好 是不是這一根 一定是這支嘛 就跑不了的 好 那你就看 你就對照 你今天研究報告的圖表 是不是在9點16分 9點16分它的交易價格叫 10815 沒有錯吧 儘可能把這一塊越大越好 這樣有人贏你 這個點叫10815 也就是說 它守住10815叫多方強 守不住叫做空方勝 然後它就矛起來 用盡所有的力量 是不是停在這個815 停到這裡呢 就再見了還要講 來來來來 你告訴我 就再見了 這還會有錯嗎 不是啊 這個已經講了十幾年了吧 我上運通的節目 不管是這個台股直播室 還是過去 我過去是講12點的 各位如果有印象 五年前八年前 我應該都是講12點 然後後來呢 因為會員建議我說 你自己點都已經要收拔了 所以我才麻煩拜託運動財經台 把我的節目挪到9點 就第一盤 因為第一盤就先 你就 我問你 你老師不是說每天都會去 都會去 不就他又輸 長也輸 今天也輸 就每天輸 他教我們跟你說 他又贏幾千點 他就有毛病了 所以就跌對不對 這叫單一分鐘 那如果 你說我可不可以看五分鐘 可以啊 但是你要追求精準 當然是一分鐘 一分鐘是最精準的 你就看 那就讓他打單效應 你就看得出來 台股每一檔股票其實都一樣 最標準的就台積電 看漲看跌 看跌啊 你說你怎麼知道 看K線嗎 不用啊 不用 那你要看什麼 就看這個就知道看跌 這樣看就看跌 對啊 因為買的 這邊要賣的這麼少 要買的這麼多 所以看跌啊 買的越多就是越是看跌 賣的越多就是看漲 你一定又罵我說 我胡說八道對不對 那你就看下去吧 我能怎麼講 我跟你講真話 你不願意聽嗎 買盤掛越多 就是他準備要跌了 相對的 如果台積電上方五檔 賣壓五千 八千 九千一萬 他要大漲了 你就看吧 你就繼續看 好 整體上 整體上你針對金融市場 我們講專業 什麼叫專業 就是說你任何的研判 不用猜的 而是你照著數字來 你說那你會知道 今天最高點10833嗎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很激進 OK嗎 你說哪有可能的事情 你把你的手拿出來 一根手指頭 這不叫Telegram對不對 各位會員 包括各位Telegram的好朋友 沒有對不對 這是A++對不對 三個禮拜 一筆單 你最少 一禮拜 我講的是每一筆 400幾點 463點 一筆而已 一個禮拜 還沒有禮拜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拜登跟川普 從3月21 一直到昨天的4月29 到今天的5月1號 沒有錯吧 目前拜登領先川普5.3個百分點 昨天呢 昨天拜登是領先6.2 因為川普往上拉升 所以昨晚美股漲 如果川普落後加大 我告訴你一次 你不要指望到11月 萬一這個落後的幅度持續加大 8月到9月就崩盤了 就會崩盤了 相對的 如果川普可以維持 不要說領先可以打平 那國際股市會非常強 不要用猜的 數字講話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這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收到的時間5月5號 對不對 這個是稻窮 這個是加權指數 台北股市開盤了嗎 還沒開盤了 這些多少 你念給我聽 台股今天尚未開盤前 你沒有收到這張圖 有 上面寫多少 10835 不敢下108 865嗎 這個字念作3 那你告訴我今天 開盤之後 後來最高點多少 不是833 你沒有收不到 對不起 我已經盡力了 好嗎 那就是835 多頭在哪裡 就一定719 你說今天 你又不準 今天最低735 那明天就來啦 除非川普今天晚上 我們台灣時間晚上 民調在拉升 明天就大漲 今晚的美股就看大漲 萬一落後擴大就崩跌 你是問我說為什麼 巴菲特不進場 因為他看川普的民調 還在落後之中 他不敢進場 他不敢進場 所以呢 你說那該怎麼辦 第一個 同樣一句話 跟各你做簡報 每個老師在節目上都很勇敢 對不對 不管做多做空 這裡就拚了 這裡就是加空 我都替他流汗你知道沒有 看空的已經被嘎到亂七八糟 那我告訴你這裡會崩盤 我還是提醒你 山一直都在 撤退需要有氣 市場也永遠都在啊 台灣又沒有沉到海裡面 進場你要有策略 關鍵在於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的策略是什麼 這個策略是要你自己信賴他的 就好像是我們剛剛提到 好 比方說智能演算對不對 智能演算 那個沒有啦 非會員 我不會讓你參加的 OK 那是針對已經是我會員了 我們才來討論什麼叫智能演算 這要1 2 好 這叫PSY 這叫PSY 你說這個是電腦版 對啊 那手機版呢 手機版今天沒有進場點啊 沒有進場點我也沒辦法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我也變不出來 來 一根手指頭我們不就點他嗎 對不對 點了之後我們就看一下吧 看一下他今天是怎麼變化的 好 這裡叫做半康嘛對不對 這裡做多 這筆呢 就輸到走路了 這筆輸他有怎麼跟你說他輸 他也說這是加空 你看我這裡做多這裡贏 這個昨天跌單又不講了 這裡追高又輸 每天輸 他跟你說贏的幾千點 你怎麼會聽下去啦 你應該怎麼做才會贏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知道你如果在這裡空 你會是中華民國的最大贏家 你如果在這裡多 你會應該是全中華民國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做得贏你 你假設是在這裡空 你已經富可敵國啊 你怎麼可能有人那麼厲害 你就看吧 這裡叫富五十啊 這裡叫正五十啊 這叫五月五號 那今天是不是五月五號 這個叫手機版 這個叫電腦版 好不好 電腦版的交易時間比較長 他是找家業好嗎 那接下來面對明天 包括今晚的美股該怎麼看 你要這麼看 美國股市趕快 第一個多投在23565 要提防 今晚如果往上挑戰 23852點 要記住喔 除非你看到 川普的民調跟拜登有拉近 他有迎頭趕上 OK的 萬一沒有 沒有甚至於是擴大的 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是我 我要在這裡辦公 你知道嗎 有什麼 兩分鐘後向您做簡報 媽媽當了一年的超人 今年想怎麼犒賞媽媽 準備一頓大餐 或是來一段假期 還沒準備好嗎 這次來一點不一樣 PSY都幫你準備好了 0800-555-808 0800-555-808 现在就加入顾德头部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妈妈当了一年的超人 今年想怎么犒赏妈妈 准备一顿大餐 或是来一段假期 还没准备好吗 这次来一点不一样 PSY都帮你准备好了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一样 在上个礼拜 我们跟各位分享说 市场它其实一直都在 面对金融市场 那么轨迫多变 一下子大涨 一下子大跌 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讯号 我只能告诉你 那该怎么办 PSY系统你说很多朋友打来 新朋友要问到底贵不贵 我只能告诉你不贵 不管怎么样 真正最贵的叫做诚信 真实可贵 我跟你说 我能做的 我就是每一笔都揭露 系统有讯号 我就跟你报告 手机版每一笔 只要有到正午时 或到负午时 我就通知你 那没有我就没有办法举例 这个是礼拜一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礼拜一 5月4号 这是什么负午时 这是什么正午时 这个是不是叫手机版 看底下 这是不是叫电脑版 我是不是每一笔都揭露 这5月4号 我们看今天5月2号 叫电脑版 那你问我说 你的手机版怎么招不起了 不是不起 是因为今天没有买卖讯号 今天有正午时吗 手机版没有 电脑版有 手机版今天没有 差一点点好不好 如果他这里多涨个20点左右了 你会空就空到了 因为没有嘛 没有就没有 我能没有跟你讲说这里有吗 那我会员那么多 怕死人 你觉得我会员能接受我说谎吗 包括电脑版或手机版的 我可以欧白说吗 你当作我跟一般业者有一样吗 我已经跟你讲我每一笔都揭露 手机版的我每一笔都有通知你 从进场到要走到回临走或要设停立 我每一笔都有通知你 每一笔 我每一笔都揭露 我只能告诉你 只有一个东西真正可贵的叫诚信跟真实 我六天跟你讲这样 那怎么做 你找着做吧 好 然后你就对照 10点24分今天早上 手机版战无进场讯号 对不对 但是电脑版政府使力给它扛 临走过期10分之后 10点45分 在这里 然后是不是破10700 有啊没啦 还大一样吗 你没有打扁了 就赢就好了 那不是怎么办 第一个你要的是什么 你清清楚楚看得到 现在很多业者 他在推广什么神奇无比的一些软体指标 我没有意见 但是问题是你的指标要每个人都看得懂 我花了一堆钱 买了一个软体 看都看不懂 那你买那个软体干什么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我看不懂 我们为了让所有的会员可以很清楚判定 这里叫正50 这里叫负50 中间叫0走 就这样子 正50要站在 卖方 富士要站在买方 那中间呢 因为他一定会回到0 他不可能不回到0 但是共风共 其实台北股市交易到一点半 就结束了 对不对 牌子起到1.45 很短 那有些朋友他因为 他有在关心 还是一样提醒你 操作国际股市呢 还有一项风险 什么风险 汇率风险 我举例 我做Nestate100 那你要怎么做 你说你要开户 对 然后呢 我要不要拿台币换成美元 要啊 我换成美元 进场去做买进 没有不对 我拿美金去买 没想到 拿台票去买 好 台币换成美元 要不要一笔手续费 汇兑费用 要嘛 换汇 汇率会浮动的嘛 换成美元之后做买卖交易 我卖了我要汇回来 我是不是 卖出之后是美元嘛 再转成台币 回到回来又转成台币 所以有一个叫 台湾的倒穷期 那个就是我们期货交易所的 那就不用了 就直接交易了 没有什么汇率风险的 没有废对的波动了 这个就叫做 这里 这个倒穷06加 那OK吗 你是软体版的 不好意思按错了 06 你记住 你一定看06加 我先把抛物线拿掉 是不是10分钟PSY 对 怎么做 正50站在空方 負50站在买方 这是倒穷 这个05加 是不是在这里 对 就这样每一笔 就照着做 每一笔都做 还是一样跟各位做个分享 金融市场真正着重的叫做 诚信真实 没有诚信真实 什么都是假的 那欢迎各位 如果说对我们的系统 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 可以联系我们的服务人员 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 合家平安 操作顺利 感谢你 谢谢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在外面 观似人们 结果 优优独立创 这是优独立创 曾经 优独立创 资料 优独立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